半夜2點35分才傳短訊給我 我怎麼會半夜起來看你的短訊 說取消 不是一個喪信國家也滅嗎 氣到飆罵 趕到桃園機場卻發現取消班機 地勤人員也沒轍 損失誰來負責 四點沒車到旁邊 你抓狂嗎 他們都坐著在處理 要做不做的 他們一些主管在幹嘛 我們會有一張100塊的那個 國家券 100塊我給你200 你幫我處理好嗎 沒有 我給你2000 華航緊急宣布取消早上6點 到晚上10點的所有航班 淘機松機加上小港機場 總共有66班 超過2萬旅客受到影響 旅客氣炸了 在櫃台丟行李條抗議 輸送帶上滿滿都是 另外還氣得土檳榔渣 他說有給我們100塊美金 你要100塊美金嗎 現在要回家 要回家嗎 是不要回家 對啊 你看 要回去是因為我們三年就滿了 然後要回去這樣子 然後現在都是外勞的 都是外勞的班機沒有飛 那裡人一定等我們 晚上一直打電話說回去 外勞滿心期待要回家 只能開視訊 告訴親友困在機場回不去 另外這群穿制服的高中生 也是受害者 老實說華航要會協助我們 轉搭其他航空公司 早上8點 所以今天一定要到 兩三年了吧 不知道 對啊 就是有點無奈 準備了兩年要代表國家到香港 參加田徑賽 現在飛機飛不了 小選手的擔心全寫在臉上 華航罷工整個機場大亂 難得看到同時間 十幾二十架華航的班機 在停機坪等候 就因為沒空服員可以飛 乘客是又急又無奈 這黃英文 季冠宏 李佩軒 陳佳豪 SNG小組 桃園報導